露营的乐趣 但是呢 不用让父母担心有蚊虫脚的问题啊 而且有一个很舒适的床 能够在我们旅馆里面 那再让小朋友呢 从这个旅馆的这个帐篷几里以外呢 我们还有搭配很多礼仪的活动 让这些小绅士小淑女呢 能够有一个充满欢乐的一个夏令仪 那这两天一夜的活动呢 除了体验帐篷以外呢 我们还搭配很多教学的课程 也让小朋友能够亲自体验 来做饼干 还有一些有关西餐用餐的礼仪 还有怎么能够来搭帐篷 那将来呢 长大了有机会去户外去交友 有一些帐篷的礼貌呢 我们也请了搭人来教大家 那希望各位小朋友能够 好好的在我们五星级饭店里面 享受一个没有蚊子 又有冷气的一个帐篷乐趣夏令仪 你帮我再伸在手起来 然后我拖到我们家 好 快点 你要不要一直进去 快点 你要不要一直进去 快点 好 你不许在我身边 这个有一个 这样子 然后呢 对 你知道把它拉起来 对 拉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出 然后最后一步 你把它打开 这边的两个人就吵到这个 洗尝 OK 帐篷 然后一起做录制 然后一起煮饭 一起活动 就是可以把全家人的一家人 一家人全部都圈在一起 一起做这个活动 两个一样的活动 然后呢 家长也可以在这之间 安排一些亲子互动 比如说一起做菜 一起切菜 炒菜 或者是说 一起观察大县的食材 比如说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 会比较倡导说 环保的部分 那可能大家在选的营区 也会选的一些 比较烂的 比较过多开发的营地 然后呢 我们很区域的人 可以做到说 做到比较环保的态度 比如说 使用对环境比较 比较好的一些清洁剂 或者是说 厨于垃圾的处理方面 这些也都可以 趁这个机会 交给小朋友 可是对小朋友 让他在 对我们这个地球 和大自然界 有更加的 更加的了解 更加的喜爱 因为你可能是在 都会有遇上一些 NG可派的商机 需要维修嘛 所以如果说 这些有幸运的商家的话 就可以有办法 帮你做维修 这样 9 4 9 4 5 5 4 6 6 3 谢谢大家